大家好,我是大白老师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安卓手机主题设计的第四章内容 主题图标的设计方法 我们主题图标的设计流程一般分为大致三步 第一个,根据主题风格确定好主题图标的一个表现显示 那就是说你的主题图标的一个表现形式 一定要符合你的整体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风格 不能够前后不大调 比如说如果你绘制的是一个卡通的一个主题风格 比如说一个动漫的一个主题风格 但你的绘制的一个主题的话 一些图标却是一种很显实的 或者说是一种很素的一种感觉的话 那么它跟你的一个主题风格肯定是不大调的 那么第二个确定图标的一个关键词 什么是图标关键词呢 就是你要绘制的话 具体要绘制哪些图标 比如说短信、联系人、电话或是相机 这些都是图标的一些关键词 你可以选几个关键词进行个设计 当然我们一般是要选择常见的一些图标关键词 不能够做一些太偏向一些冷门的一些关键词 第三个 通过对设计元素综合分析进行创意设计 那么这是我们大家对图标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设计元素一定要把它先归纳起来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卡通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主题 那么你可以把卡通人物里面就代表性的一些人物 或是一些元素进行一个组合 然后进行一个创意表现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图标的一个种类 那么我们一般设计图标的时候 会有这么几个组内给我们进行一个选择 第一个是线性图标 第二个剪影图标 第三个NB1图标 第四个扁平化图标 第五个女巫化图标 第六个女巫化的一个高仿真图标 我们来看一下各自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我们先看一下线性图标 就是下面看这些比较简单的图标 其实这些线性图标的话 一般的话可是用在APP的界面里面 那么一般的话它不会用在那个主题图标里面 所以这个图标的一种设计方式的话 我们可能会排除掉 第二种剪影图标 那么剪影图标的话 它一般是一种单式的一个表现 那么它的话是突出一种比较简约的这种思想 比较抽象简洁 演简一嗨 对吧 那么这种风格的话 也是一个就是说 用了比较多的一种风格 第三个MBE风格 那么MDB风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是一个叫MBE的一个设计师 他所设计的一个风格 那么这些风格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说 它第一个 它的边角是个比较圆弄的 不会出现很多一些那种比较死板的一些直角 第二个 它这个边框会比较粗一些 同时会有一些断开的感觉 第三个 它这个图标会有一定的偏移 就是说这个边上 这个高光的位置会故意的会流出来 那么这些暗的地方 会进行一个加重的一个 途中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种图标的话 给人感觉就是比较 比较显得比较有一个可爱 对吧 比较可爱 充满活力 那么这种图标 也最近比较流行的一种图标 还有就是扁平图标 扁平图标的话 可能分为一个纯扁平和一个微扁平 那么纯扁平就这么一个 纯粹的就是一个扁平性的一个设计 那么微扁平可能会带一定的一些 逆体效果 投影啊 内发光 外发光等等一些 或是渐变等等之类的 还有这种长投影效果 这也属于一种扁平图标的一种设计 那么扁平图标 在我们这个主题桌面里面 也经常会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流化的图标 那么我们流化图标的话 它最酷 当然它最复杂 那么它传递信息最清晰 因为它这个图标的话 都是根据具体的一个物体 直接把它进行绘制出来 来代表这么一个含义的 那么它一般常用在桌面主题 或是游戏里面 那么前面这些流化图标 可能还比较稍微 比较简单一点 对吧 那么最后一个流化图标 可能很复杂 它是用一个高仿真的 那么这些流化图标 都是接近一个真实的一个物体 进行绘制的 比如说这个天气 直接画的是个太阳 对吧 那么这个飞行模式 直接画是个仙鹤 在飞 那么这一些设计方法 也在我们这个主题图标里面 也是用的比较广泛的 好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个蓝色小镇 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我们之前仔细分析过蓝色小镇的一个 是一个一个基调 就这个旅游景的一个基调 它是一个 让人感觉到比较一个清新愉快的一个场所 所以我们设计的图标的话 建议大家也可以走这么一个简约的风格 我们最终的一个选择 选择这么一种扁平化 然后在这个整体的话 给人感觉比较一个清新自然的一个感觉 主体的一个配色 还是以这个蓝色为主 然后相应的点缀这些蓝色系 加上这些白色 整体的感觉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单装秀丽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这个图标 进行具体的一个绘制 就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